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中国的音乐人来说 周杰伦无疑是这个答案 从他的首张专辑J发行至今 周杰伦一路驰骋在音乐天堂的巅峰 他的才华以及执着成就了他当之无愧的音乐天才之称 周杰伦不仅仅是一位歌手 更是一位独剧创造力的词曲创作人 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如同一幅故事画卷 让人沉溺其中 但是 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心酸 周杰伦的音乐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年轻时的他曾多次遭受到批评和质疑 有人说他的音乐市场销售量太低 有人说他的歌词晦涩难懂 更有人说他只会模仿西方音乐 周杰伦的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描绘与回忆 比如晴天 这首歌曾成为异曲经典 被广大网友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歌曲中的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怎么能忘记的旋律 仿佛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让我们不能忘怀 周杰伦的音乐让人陶醉 也让人思考 通过他的歌曲 我们能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 更能理解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他用歌曲将自己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他坚持和付出的美丽一面 无论是哪一种情感 周杰伦的歌曲总能带给人们一种力量 让人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周杰伦的音乐之路虽然充满了坎坷 但他用音乐打破了音乐的界线 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抒发自己的情感 更是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给人们带来快乐 鼓励他们勇往直前 无论是在成功的舞台上 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周杰伦都用自己的音乐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 梦想终将实现 所以 不管你喜不喜欢周杰伦的音乐 你都不能否认他在华语音乐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请留言分享你对周杰伦音乐的感受 或者分享你喜欢的一首周杰伦的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